好来看到台塘公司79公顷土地回归给凤林六个部落 齐老们以及台塘公司共同签署意愿书 见证历史上的一刻 齐老头目们以及台塘公司共同签署意愿书 然而这一片土地原本就是当地阿美族人的传统领域 虽然目前只能以条件性使用 但族人也期待未来能够逐步争取祖先使用过的耕地 尽量就是说有意愿的合作厂商能够配合我们族人 来一起来发展这个机会 地委廖国栋指出 台塘公司承诺释出花莲台东三处共117公顷传统领域土地 优先给当地原住民使用 凤容段79公顷 而至于光复乡23公顷的土地仍在协商中 今天是讲凤林以外 光复乡甚至别的乡镇 我们都会寻求跟台塘来做 充分的把土地提供给原住民优先这件事情 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能够成就 台东有一个地方10公顷的加入兰地区 那是去年就签了 今天是第二个签署的 我们希望陆陆续续的把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能够释出给原住民的使用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原住民最大的一个弱点 就是一讲到要付费或者是必须要出资的时候 原住民通常就是打退堂股 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教导原住民怎么样去善用社会的资源 我们看到原民会 台东华林县政府都愿意来协助他们 有很多的管道来做融资 这个部分原住民还不是很善用 但是我会教他们怎么去使用 台湾公司花东区处经理杨昌生指出 沿用林夏利用试验计划 就可以直接协议出租不用公开标租 这一次合约以每年2500元的租金年限两年 族人优先续约的方式进行规范 但只能以林夏经济模式来使用 所以核定范围的土地当中 连所有的林木都不可以砍伐之类的 不行不行林木还是台湾的 OK 林木还是台湾的 所以只能做林夏经济或者是放木这样子 对对 所以目前听到的是大部分都要做放木 对 然后一公斤是2500块 一年2500 然后其他的正常是3000多 也是一年3000多 立委廖国栋表示 因为一般汉族并不能够理解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痛失 变成国家的土地这件事情 希望陆陆续续的把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能够释出给原住民来使用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